当风球,只要只要有地址,这里的风景,在这好看,天空好看,地面好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当风球,只要只要只要旅行,还要留保备,先当时要旅行,先当地秘乍,先当地秘乍,先当地秘乍,今夜秘乍,先当地秘乍,今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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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乍. この番組はポニーキャミオンと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出了之后立刻在同盟群掀起了一幅的表白热 很多人表示 说不定明天就个屁了 趁我还活着的时候赶紧把我的初恋赠送掉才是王岛 于是立马对群里的妹子表白了 听说居然还有成了的 于是立马被群里没关的FF团送去火星了 不过大部分也都是以一张好人卡而告终 于是有人要问了 表白这么难吗 把妹就这么难吗 其实并非把妹难 而是你们没有掌握到技巧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如何根据属性来制定你的把妹攻略 二次元印象很重是属性这个词 实际上也就是三次元里所谓的性格 只是属性会区分的比较有特点而已 不同属性的妹子 性格习惯喜好不同 增加起好感度的方法已经大有的同 同一件事 某属性的妹子可能会大增好感 另一种属性却有可能因而反感 所以对不同属性的妹子 采取不同的做法是非常重要的 经过对动漫中大体妹子性格习惯的研究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大致的逻辑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 如何攻略各种属性的妹子 什么 你问我这些方法对三次元的妹子有没有效果 你觉得如果有效果的话 我现在还会闲在这里给你们当解说吗 好吧 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妹子属性之 傲娇 所谓的傲娇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外冷内热 不像于表达自己真心的类型 动漫中的傲娇大多数都是死要面子 活受自己的那种高傲性格偏多 所以对待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把面子留给他们 把罪替他们受了 傲娇通常都是被动的 所以你就一定要主动 有困难就上 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对方有任何困难或者需要帮助的地方 你都要立刻挺身而出 如果对方试图阻止你帮忙 那你就跟左炮收服他们吧 并且之后为子负责的代价越大越好 要想办法让他们欠你人情 欠你多多的人情 最好是多到没法怀你那种 他们嘴上说的你爱管闲事 其实心里却是很感动吧 傲娇不善意得拿情感 他们的尊严 以及平常在人前活跃和傲奇的一面 也令他们羞愈得拿自己的情感 不过傲娇也有分别 一种是蹭的类 一种是蹭特类 如果是蹭的类 你就要找自己的独处 他们在人前不善意得拿情感 一旦有机会安静独处 并且气氛合适 他们的性格就会软弱了 而且最好在他们软的一面 表现出来的时候 刚好有个熟人路过 不要觉得这是在破坏气氛 这只会让他瞬间羞涩 并在之后反思自己的情感 一旦他们开始反思对你的情感 你的主动权也就到手 而如果是蹭特类 那你就要有耐心了 他们独处的时候 也许会羞愧 甚至买点痛黄的大喊一句 然后跑开 这时候你需要的是耐心 并多制造一些帮助他们 和接受他们的正当理由 最好再制造一些 所谓的不可抗力事件 也许你会因此挨一巴掌 或者挨几拳 不过这都是必要的过程 要知道 傲娇表里是反的 他们嘴上说的不要 其实就是想要 嘴上说你是笨蛋 其实是觉得你很温柔 嘴上说你是个坏人 其实是说女人很好 而就像发卡的时候 明明说你是个好人 就把你甩了一个道理 所以我不得不觉得 女人的性格 真是他娘的太不可理 总结 只要有耐心和大悟精神 傲娇还是比较容易 被攻略和打动的 舍命陪君子 就看你豁不豁得出去啦 妹子属性之 软妹 软妹想必是 大家梦寐以求的类型 因为软嘛 给人一种很好掌控的感觉 不过如果你真的 那么想了就错了 软妹比起傲娇 反而更难对付 听我细细道来 软妹一样也有区分 一种是温柔型软妹 一种是真软妹 温柔型软妹是大家最理想的类型 嫌弃良母会做饭会职家 还能体贴着你死去活来的 简直是男人的终极理想 但是温柔型软妹对人大多都很友好 和谁关系都很开 所以要在他心中占据一席之地 就变得不那么容易了 当赖好人性格被施压在妹子身上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主角光环仿佛被剥夺的一般 这也是比较头疼的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软妹的缺口在哪里 大家不要想说我说的是性格上的缺口 温柔型软妹通常人缘比较旺 所以要占据她的心 首先要从朋友下手 和她周围的朋友亲人刚好关系 把她的事情全部当成你自己的一般 渐渐地让她习惯有你的存在 直到让她觉得只有你是不能消失的 36期里有一招叫做疫情故纵 所以这个时候要偶尔制造一些 让她和你短暂分开的事件 如果她对你有动心 这种时候肯定是会想你的 那么目的就达成了 接下来只要顺取推舟 如不发展关系便可 切记操之过急 把这个操貌似是个多意思 再来看一看真软妹 所谓真软妹就是那种软了过头 贱人就害羞 除了自己几个熟悉的朋友以外 和外人打交道都会变得满脸通红的怕生性格 对待真软妹 最好的办法就是帮他们纠正性格 先和她熟悉彼此 然后遇到需要她和人交流的事情的时候 多帮她出马几次 好让她依赖你 这种时候再自然地指出 她在语言交流方面的弱点 并提议帮她改正 至于改正的方法 只要意图不要太变态 可以尝试一些程度较低的修齿play给你刺激 虽然我不是很愿意承认 无论要知道人的性格是有闷骚这么一说的 交流困难的人就需要给一些轻微的刺激 不过当然也要适可而止 当她感到危难的时候就打住并帮她 久而久之 除了你 还有谁能够在她心里地位如此之重呢 总结 不管是哪一种软面 最主要的一点 还是让她对你产生习惯成自然的依赖性 让自己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你就赢了 妹子属性之 腹黑 腹黑的人通常有些不为人知的黑历史 所以想要攻略腹黑 你至少或多或少知道她的一些小秘密 但是最好是无意中知道 或者招成无意中知道 因为要知道流传成这么一句话 知道妹子黑历史的人 妹子要么选择借给她 要么选择杀了她 如果你是有一探天黑一时 那估计你会成为后者 而且下场通常会很惨 比如说 而如果你是因为不可抗力而知道 那妹子没有理由记恨你 所以为了让你帮她保守秘密 两个人的距离就会被瞬间拉近了吧 在此我不得不感叹 而不可抗力真是个神奇的玩意 如果妹子对死秘密 一直感到很哭导 或者心烦意乱 用嘴炮收服他们吧 不管你也有多奇葩 总会有点弄 更有胜者 你还可以学一学恋爱随意恋你的太一 也自曝一个自己的黑历史给妹子听 一般听到的反应都是先朝上你一番 然后梦影起发就被你感动了 负黑的属性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S 俗话说 两宫相遇必有一兽 那么你自己就要主动称为M 千万别觉得自己S起来 就可以征服对方 通常只有YS念M的傲娇兽 会被这种强硬手段所收服 而且前提还是你要够帅 对付KS采取无公主的方法 你会死得很惨 当妹子把你使唤习惯之后 已经会开始渐渐的心疼你 并且产生只有我才能使唤你 其他人不行这种心态 总结 死柴烂打永远是对付付黑最有效的方法 对付付黑的妹子 就要把自己变成忠实的狗 忘了忘了 这种类型的妹子 在她眼里大家都是M 只有自己是最高贵的 面对心态如此的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大家越捧她 你就越自己玩自己的 没事找个茶 叫个针 她得意的时候 适当地打击赞给她为乐 越是这样 她越是在意你 被大家顺从习惯的人 是不会对他人 对待自己的好感开心的 所以你要把她当对手一样的培养 最好你还能有一些 让她比不上的真材实干 这样她就会特别的重视你 关系拉近之后 最好能让对方无意中知道 一些你的黑意识 最好是令人可怜 或者体现你自相不惜恨的这种地方 让她突然觉得 自己平时做得很过苦 这样你的目的就达成了 只要与他人反其道而行之 与众不同 久而久之 你就没有所谓的竞争对手存在了 你说你怕高富翔和你抢 那我告诉你 二次元有公主兵请她的妹子 还唯独不吃这一套 因为自己家庭条件很好 又为人高傲 一山难容傲 他们可不会喜欢 经济地位压迫于他们的人 所以放手好好干吧少年 当主导权在你手里之后 只要你在人格上 有他们所比不上的闪光点 并且又不会 真的在他们遇到 坦克和麻烦的时候 嘲笑抛弃他们 公主兵也是会爱上 外表冷漠 人品正直的普通人 总结 你只要让他觉得 你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落刷存在感 你就赢了 妹子属性之 天然呆 天然呆的特征 归纳起来就是反应迟钝 无意识地做一些 傻傻要卖萌的事情 自己却不知道 心机单纯 思想一根筋 但也正因此 天然呆其实才是 最难以攻略的类型 因为这种性格的妹子 从来不喜欢小太多 你很难仅仅凭借 多帮助他 去建立起爱情方面的好感 因为他不太去思索 感情的问题 天然呆大多有些懒 令人费解的是 多么中的天然呆妹子 大多都有着 不使一个的朋友 心甘情愿照料他 所以你也很难把自己 变成他唯一的依赖对象 这难道就是 传说中的懒人有懒福吗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 攻略天然呆呢 我们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天然呆有一个 很常见的特征 就是吃货 大部分的天然呆 都把吃作为一个爱好 俗话说 掌握男人的心 首先要照住他的胃 这句话用在 吃货妹子身上同样可以 所以你要烧得一手好菜 最好是像龙儿那种级别 有人说了 我活了十几年都在吃 家里人烧的菜 根本没有点过乐与专精 怎么办 那你就要值得花钱了 多呆妹子吃点好吃的 最好是那种 平时难以吃到的绝世料理 比如说切膏 切膏 还有切膏 是吧 一起玩 一起吃 对天然呆妹子 好感触增加惩快 但是好感触的增加 不等于爱情发芽 天然呆不善于思索 你对他很好 他说不定还当你是个朋友 龙不好 你突然转白 就收到的是一张朋友卡 所以这个时候要选择 龙肖策基 通过他的朋友 和身边的知己 间接地传达自己的心意 首先让他明白 我的好是处于爱情 而非友情 在此基础上 耐心培养一段时间 相信还是会有成果 总结 如果天然呆许型的妹子 不是主动喜欢你 或者盗贴你 以天然呆的思维能力 想让他明白你的感情 又同时增加好感度 然后再表白 的确有一些困难 所以以天然的为目标 需要谨慎的 妹子属性之 病胶 这个 呃 呃 嘛 病胶的话 呃 好吧 总结 你还想攻略病胶 这种生活在食物链 顶端的生物 如果它没有表示明确 喜欢你的话 你还是少碰为妙 而如果你被病胶 喜欢上的话 自求多福吧 其实动漫中的属性 如果具体细分 还能说出不少 不过时间有限 就不一一介绍 我所说的工业 也不过是对不同性格的 一个分析 虽然是基于二次元 这个基础 但是道理却一样 可以应用于三次元 恋爱 本来就是两个人 互相了解的过程 慢慢的了解对方 才能够顺应对方的心 动漫中的后宫男主 虽然每个都有着 看似不科学的桃花运 但是大部分的男主 都有着一颗温柔体贴的心 和不轻言放弃的性格 现实也是如此 虽然不见得 每一份付出努力的爱 都会一帆风顺 但是 努力后没有得到 永远比因为没有努力 而失去要来得好 纵然现实比二次元要冷酷得多 我们也不曾放弃过期待 只要你有一颗 认真细腻的心 吃刀也会有一份真心 属于你 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天堂的这里祝大家新春快乐 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里 心想事成万事容易 就当给大家拜个早年了 也十分感谢大家能够 一如既往的支持我的节目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语 我会再接再厉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